新巴士模式应运半年以来 维奥联运的交通意外是一单接着一单 有青年团体就专程约见交通局官员 希望当局能够定时的公开 三加巴士公司的意外综数 还有处罚个案的情况 以便公众监察 新巴士维奥联运从8月正式上路以来 涉及的交通意外不断 不光一个星期内 令两名长者一死一截之 一月份的交通意外综数 也是三加巴士公司之冠 有青年团体就在网上开设专业 专门收集对绿巴士的意见 不少网民都怒喊当局 对问题多多的绿巴要怎么罚 人命的东西就不可以用这个价钱来衡量 也都不可以好像储积分那样 储到100万才有 如果它的服务已经到达了危害 公共安全的水平的情况下 到底它有没有一些危机的愈案 因为我们都很担心 万一到时真的这样发生了 而它说为了大家要有巴士搭 而这些公司不可以停运的 那我们觉得都比较难接受 团体还要求当局要定时将 三家巴士公司的意外综数 和处罚个案公开 让民众共同监察 不少网友也提到下车时 动作慢一点就很容易被车门夹到 显向缓身 要求所有巴士车门都要装上感应器和摄像头 三世行动联盟这次总共向交通局提交了100多个网民 对旅巴士服务的意见 而交通局就限定维奥连运 要在发生意外的三星期内提交意外报告 澳雅卫视马尔培王冠中江朝东澳门报道